健康一点通感冒吃除了吃药 还能够靠食疗或者是维他命以及多喝水来改善病情吗 答案要持保留的态度 依照中医师的观点 平常可以吃维他命C来增加抵抗力 喝姜汤暖身防寒也不错 要是感冒了就不适合吃这些东西 就连喝水也大有学问 感冒打喷嚏是每个人都有的经验 许多人在就医之前 会先尝试一些方间流传的方法 流鼻水感冒的时候 就会喝百开水 买矿泉水 还是喝柳橙汁 柠檬汁 柠檬水 那有时候也会吃维他命 维他命C 然后多睡觉 补充维他命C或是吃柳橙橘子等 富含维生素C的水果对付感冒有效吗 如果吃错时机点 可能就白忙一场 感冒之前呢 就是能够摄取足够的维他命C 对于活化身体里面的免疫细胞是有作用的 所以它可以缩短之后如果感冒的话 感冒天数 那但是如果已经感冒了的话 再补充维生素C的部分可能就没有效果了 相同的东西 不同时机点吃 风热型会有胃寒 黄鼻涕 浓残和喉咙痛等征兆 风寒型则是鼻水轻 痰叫吸 分辨感冒症状的形态也影响后续吃了的烹调方式 风寒感冒你就要把萝卜煮成萝卜汤 那如果说你风热感冒的话 那你就很简单嘛 白萝卜 生的萝卜汁吃下去 化痰效果真的很好 那如果说你对风寒感冒 你吃生萝卜你吃看看 更咳 咳得更厉害啊 感冒多喝水 但是水喝太多或是错误的喝水方式 反而造成身体负担 想说要多喝水 他就一次喝一大杯 那其实这是错误的喝法 它会造成肠胃的负担 反而让感冒不容易好 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小口小口慢慢喝 那是使用一个温开水 你每一口都是含在嘴巴里面 然后慢慢的吞下去 造成感冒的原因很多 症状繁杂 自行使用来路不明的偏方 可能危害健康